周宇鹏被轻易吹翻 民众吓得惊声尖叫 2016年墨兰地台风 狭带暴雨吹起13级强风 造成全台超过72万户停水 110万户停电 而当时墨兰地台风 先在关岛西方海面行程后 往西北溪转西北方移动 暴风圈逐渐进入台湾 东南部陆地以及恒春半岛 虽然没登陆 但已让南台湾满目疮痍 山陀儿前期路径跟墨兰地 有几分类似 而现在山陀儿更突然来了个 90度轨切弯 各国预测都显示 山陀儿不排除从台湾南部登陆 随后会沿着台湾中央山脉系统 一路北上贯穿最出海 日本气象厅更将山陀儿的强度 列为强台 目前看起来在高屏 登陆的机会是比较大 之后它会由北北 往北北西的方向转北北东 另外山陀儿和1977年的塞洛马台风路径 极为相似 当时塞洛马行程后向西北西方向移动 抵达巴士海峡时转向北 至北北东进行 并在高雄附近登陆 随后在台中港附近出海 暴风圈影响整个台湾 这场台风造成了南部地区37人死亡 40几年前的塞洛马台风造成高雄严重的灾情 所以我们还是要特别提醒 沿海地区相关不必要的活动 应该要避免前往 2004年南马都也和山陀儿有相似路径 造成极为罕见的12月超大豪雨 一共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失踪 当时这个南马都台风 它应该是在我们过了一个纪录 过去100年来讲的话 当时发生是从来没有过的一个事情 秋台山陀儿路径不断修正 威力不容小觑 继续观看 从小岛